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吃 拍戏的时候道具的食品他也要吃 那你跟惊喜上有什么样的交流吗 跟他第一场对手戏的 就我傻掉了 我就觉得我是在看韩剧 而且我觉得你在镇仁岁会放开了的宝贝 其实还蛮妙的 每天要跟他们在一起 这是让我最受不了的事情 我都是身心疲惫 这谁啊 以前的马天宇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天哪 我记得 我不想再提及以前 在演艺圈这个 大家其实都是看脸的呀 我觉得长得好看 也都是一个敲门专嘛 如果现在让你对十年前的 那个马天宇说一些话 你会想跟他说什么 我很感谢我自己迈出了这一步 会想要找一个另外一半支持吗 我估计我这一辈子只爱王妃和巩领 哈哈哈哈 最近火啊 因为最近在做巨宣嘛 所以必须要参加一些巨宣 我没有吧 我挺接受我 我原本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 现在反正是不会 以后很难说 我会接受啊 我无所谓 反正也不是我这很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这样吧 我会的 实力兼偶像吧 实力兼偶像吧 我觉得 小宝哥也挺帅的 哇你那个定 那个定妆照真的挺好的 你自己应该很满意吧 刚开始有点不适 但现在看多了就习惯了 要是我看到这么好看 自己拍这么好看的照片 一定会爽翻天的好吗 羞的 哈哈哈哈 这样准备 三二一 三二一 欢迎来到大台驾到 闪瞎眼的白鹏终于没有了 太好了 你这一次应该不会被吐槽了吧 啊 这个还不一定啊 但是我觉得 没有这个闪瞎眼的白鹏 真要多亏我们今天的来宾 哎 他把我们从白鹏当中解救出来了 掌声欢迎马天宇 哈喽哈喽大家好 哈喽 每次不都在同一路吗 没有 我们之前改版之后被大家骂翻天 因为我们就是那个白鹏嘛 然后大家盯着白鹏看呢 就觉得眼睛很难受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为了你把白鹏给换掉吗 对啊 因为你的大作换成要出来了 然后我们知道换成呢 拍很多的那种就有特效都是在白鹏里面拍 对对对 我们就怕呢 如果让你来到白鹏的话 你会时不时不时的就 对对对对 这部戏非常受到瞩目啊 我不知道反正你现在还对 害羞了你 不不不不 大家好像还还都是挺期待的 花了多长时间拍啊 呃成天后大概差不多半年吧 但我知道这个戏其实跟你很有缘分 因为你出道十年嘛 这个戏听说筹备就筹备了十年 对 是吧 对对对 哎筹备十年的戏 因为其实这个戏的小说 呃陪伴很多人度过了青春岁月 然后好像为什么筹备十年呢 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郭敬明觉得那个特效没有办法到达 他心中想要的水平 所以他就不拍 他就不想要把这个书变成戏让大家看见 对吧 我们之前也有担心过他的cg的问题 但后来接触他们的工作人员 包括他们的团队啊 就指环王的团队有一部分 然后好牛哦 指环王的团队啊 很轻很轻松的说说 按着就指环王的团队 对也还好了 不是什么大作就指环王的团队 我们这个他不有一部分达的团队 哈哈哈对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除了特效之外呢 其实故事还是很重要的 还有里头的演员 对啊这次你 你的哥哥是邵峰 冯绍峰然后还有宋茜 我妈是机器上 嗯跟呃冯绍峰一起搭戏 感觉怎么样 没怎么样 因为我跟他很早就认识了 嗯 过来就好朋友 所以就比较轻松拍戏戏了 然后他是演你的哥哥 对 他在里头扮相 你跟他对戏的时候觉得很美吗 嗯 是的 哈哈哈哈 你是觉得输你是不是 我哥造型比较多 所以他每次在我面前出现的我都 嗯 怎么这样出现 那第二次就怎么会是那样出现 可是你你哥造型比较多 但你不是一人分是两角吗 对对对对 但是我哥他是白色的头发的造型特多 我是属于那种两个角色的造型是不一样的 对你为什么这么这么擅长一人分是两角 我也不觉得 这两年找我的片子全部都是 我一个人要演两个角色 可能因为古剑奇谈你诠释的很好 嗯 也有可能吧 对 所以那跟李一峰搭戏跟冯绍峰搭戏 你会怎么样评评价他们两位 就哥哥给我的年纪还是差了很远了 我他呃少峰比我大一点 但是我比 他好像很开心少峰比他大 没有没有没有 你说我比我大一点 哈哈他比我大一点 我的感觉就会有点尊重他的那种 尊敬他的哥哥的感觉 然后呃 李一峰比我小 嗯他比我小一岁 所以就跟他就有点不开心是吧 就没有 哈哈哈我觉得就像好哥们 然后就像一个弟弟这样 可能会更轻松一些 那你觉得谁比较帅一点呢 反正都没吻出来就这样 哈哈哈哈 哈哈 跟答案一样 很有自信哈 对对对对 好像好像有一场戏是 你跟你哥哥的对手戏 是把那个导演都给演哭出来了 是怎么样 你们两个在现场是一直笑场吗 哈哈哈哈 找到导演是不要再笑场了就哭了 有过 也有过 我跟宋倩演戏我俩真的是不能对视 一对视就笑半天才能停下来 你跟宋倩好像在花样姐姐里头 你们两个就熟了就熟了对的就认识了 所以就而且你有讲过你跟他熟是因为 他撒 哈哈哈哈 他是真撒 哪有人这样说的 他撒在哪 他 他比较直爽的一个女孩 他不会给你转弯抹角的去讲一些 他都是直给的 我挺喜欢这样的女生的 跟他交流就没有没有隔阂就这样 那郑爽呢 古剑奇谈里头你是 郑爽是够傻 你这样好吗 他的粉丝会不会吐槽 不不不不 我俩经常这样骂来骂去 所以已经习惯了小爽 就是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他更比较直爽一些 对他更直爽 那那他一直减肥 你能不能劝劝他多吃一点 昨天晚上他在发一个炒年糕 昨天自己在那端了一盘炒年糕 再吃炒年糕 他挺能吃的 挺能吃的是吧 他挺能吃的 对他可能就天生的比较瘦 哦 那宋剑呢 也是挺能吃的吗 那个对 那真能吃 哈哈哈哈 见了啥都吃 是吧 真的拍戏的时候 道具的食品他也要吃 对他见了 啥都吃了 也拍一个道具 也吃 没没没 道具也要吃 这个道具 比如说摆了水果 是不是摆了一些点心 什么小甜品 他是真吃的 而且你们两个都是山东人来着 嗯 对对对 老乡见老乡是不是倍感亲切 有的时候我俩是对对对 但是老乡见老乡 我俩属于那种背后捅一刀的 那种感觉 那你现在还会讲一些家乡话吗 不会讲 宋剑讲的比我好 因为我只要听到山东口音 就特别亲切 啊 因为我我我父亲徐州人嘛 离山东很近 对对对对 所以他每 他就是说话一直都是有 那个山东口音 山东口音 对啊 所以我还想听你讲一两句山东口音 让我怀念一下 我讲什么 你讲今天很高兴来到大牌驾道好了 啊 大家好 我是马田鱼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大牌驾道 大牌驾道 你把山东口音说的好温柔啊 我听得像河南话都听了 对啊 真的假的 我山东话巨不标准 就如果你跟那个山东口音的演员对手的话 你可能还觉得很有亲切感 但是如果讲的是一个韩国话 嗯 然后你还要能够入戏 这我觉得也是要有点考验的啊 嗯 就是还真的是挺难的 我我记得我第一次拍 跟他第一场对手戏的时候 他那天第一天来 就拍我来就是吵架的一场戏 你知道吗 嗯 然后因为镜头是没有拍我 我就从镜头划过 然后我就在 放空嘛 放空 我就是虽然镜头带到我 你知道吗 虽然镜头是带到我 但是我还要在那这样的听他讲话 就听我妈在那讲话 就我傻掉了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我是在看韩剧 哈哈哈哈 因为他真的很认真 在去跟你演戏的时候 就我整个人是 碰掉的 我就觉得他是在 演韩剧 你怎么会觉得 我在看韩剧一样 那你跟惊喜善有什么样的交流吗 因为他都是讲韩文 嗯 我俩其实私下说英语 就讲英语 就对 哦你的英语是个的的是吧 就是手手 就哈哈哈 基本交流是没有问题 会有little bit little bit 其实你的这个 艳福不浅哎 就当然你自己也是长得很好看的男生 可是你看惊喜善 还有花样姐姐里头 智琳姐姐 然后还有宋茜 对 对 还有郑爽 都是美女环绕哎 嗯 对 那这里头有没有哪一位会让你有那种哇 女神的感觉 我们家王妃 那我知道我就晓得你要说王妃 哈哈 都是女神 这几个人在我面前都是女神 我会把他们所有人当成一个艺术品去欣赏他们 哎那在换成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让你啊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 就我拍出场戏的时候 我觉得这我印象最深刻的 我那个时候我都 我觉得天呐我都快恨死通告老师了 因为那天是游秋入冬是最冷的一天 然后那天早上起来 在河里面拍我出场 我要裸着身子出来 真的好冷 那场戏拍了有一两个小时你知道吗 那么冷 大家都穿着穿着军大衣 然后我要光着身子在水里面出来 你都不知道我真的 我就偏头痛 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才好了 你没有觉得那个剧组在整你吗 就可能是不是因为可能我们在河北要拍这场戏 就是深山老林里面你懂吗 就是又温度 而且身上早上更冷 然后我是冬天那个风一吹 我就是脸上或皮肤就容易过敏 就是那种的你知道吗 就是状态特别不好 但拍出来依然很帅 对吧 我就说你不会看到这个换成的成品了 就是付出多少辛苦 我觉得还是要收获多少 这是成比例的 所以我很欣然地接受一切了 那肯定是因为看到成品之后 自己也很开心吧 就是还依然那么帅 7月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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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这个戏呢 会在这个腾讯视频上面 还有在湖南卫视跟大家碰面 对 非常的期待哦 对 我也挺期待的 因为他们一直不给我们看成片 毕竟我也想看 然后他每次都是放片花 我才能看到 对 本来每一个人的这个故事 还有每一个人的心态不一样 所以我就是今天其实也是特别想要了解 那个马天宇 你自己的这个过程嘛 然后我们可能看到你在最近这几年 你的作品 然后又被大家就是非常受到瞩目 然后还有你从这个歌唱到演戏 然后到参加那个真人秀 而且我觉得你在真人秀 这个放开我北皮 其实还蛮妙的耶 因为就是几个大男生 然后跟着小朋友一块 我自己是一个妈妈 我知道 你带一个小孩 你带两个小时 其实一般人就受不了了 对 因为小孩子是你无时无刻 你要把那个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对 你一不放在他身上 他可能就会有危险跌倒啊什么的 对 就是一直要看着 对 然后你们就是跟这个小朋友们 就等于是完全24小时相处在一块 对 每天要跟他们在一起 你知道吗 然后关键是累了一天了 你还睡不好觉 对 就是你们家疼心 然后就24小时那个GoPro 然后在那放着 然后睡觉也要录 这是让我最受不了的事情 是不是你出道以来 就是最累的一件事 我第一次去这样照顾一个宝贝 然后他每天晚上 因为我白天我真的很累了 然后晚上睡觉 就差不多 很玩他们睡觉 然后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 差不多十二点钟睡 早上起来了 他们六七点钟就醒了 对 然后我半夜还要起一两次 然后去照顾宝贝给他冲奶 那有的是身心疲惫 真的就是身心疲惫 但还好我觉得就是 我都坚持下来了 我觉得对还挺不错啊 嗯 所以父母可以帮我们拉吧 嗯 这是谁啊 哎 杰克森 嘿 儿子 哈哈 儿子咱俩又见面了 好可爱哦 杰克森 你怎么来了 哈哈哈哇 哦赶快那个 小爸爸要要要让他感觉安全 对不对你看 他坐在你的腿上就感觉很安全 是不是憋嘴憋嘴 我没有害羞害怕对对对 好可爱就我们家孩子就比较紧张 害怕马天宇啊 虽然刚才我们在聊路这个真人秀的过程 感觉你是有很多的抱怨觉得累 但是杰克森一出来 脸上的那种父爱的光辉 立刻就跑出来了 我我在节目里都喊他儿子啊 就是我大儿子 对对 我也好想要抱抱他哦 他有点害怕 你跟姐姐打个招呼吧 嗨 你姐姐打个招呼叫我阿姨就好了 你说姐姐好 说一个 哎 这真好 哎如果有一个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孩 会不会让你想要当爸爸 有有有有有对对对对 但我们在那个节目里头看到 你好像是属于比较严格的爸爸 我还好 我是比较有原则性 我该怎么样的 我觉得你是 是不是 我觉得现在一定要这样的 因为我有经验呢 我 我家 老大现在已经是五岁了吗 所以他现在很调皮的时候 你就要很严厉的管他 好 那我考一下小爸爸 Jackson最喜欢吃什么 我最喜欢喝奶粉 皇家美素加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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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很好的艺人啊哈哈哈 是不是 儿子 不是喜欢吃 不是喜欢吃鸡爪吗 你喜欢吃鸡爪吗 还有一个啊 啊 铺铺 听你哥哥 听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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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1955 这个 我是 啊 呃 哇 谢谢你宝贝 你来来来来来坐不 etc 你现在有鼻涕啊 哈哈哈哈没有 哈哈哈哈 咱俩亲一个小小宝贝 哇他嘴是几个意思啊哈哈哈哈 你亲完我他嘴是几个你跟谁来的哎 哦我问他 那那瀑布 那你最喜欢吃什么 姐啊什么都喜欢吃 没有不喜欢吃的是不是婆婆 一百香 我又不喜欢吃的 你什么不喜欢吃啊辣椒啊辣椒 还有芥末对不对 哪里哪里 哪里哪里 是不是要吃剑吗 你吃个剑吧 哈哈哈哈哈哈 他就他整部在我们这个节目他就是走这个路子的 是吧对会不会不几岁啊 四岁半四岁半 你爸我不会来接你了对不对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一定要讲吗 不可能 哈哈会的会的会的 不可能 好不可能 好了好了 哈哈哈 我的天啊 你爸在那看了吧 你再哭你爸一会就来了 哈哈哈 好了收收 我们是男子汉对不对 瀑布是男子汉对 收 对 别哭 都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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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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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哎 他的这个模型是很清晰的啊 我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行吧 好 我错了 我错了 好好好 他不哭是哦 那哥哥给你道歉了 那你还爱不爱我 哈哈 啊 亲我一口 哎 好了 哈哈哈 再唱 哈哈哈 我们今天叫马天宇哥哥来教大家画画吧 你变成两条线吗 你刚才画了什么东西 哈哈哈 他真画了一个可爱 在跟他们一样 学际这么亲密的相处之后 对你自己来说你有什么样的体验 我在一块净土上长大的 以前的马天宇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天哪我记得 我不想再提起我以前 哈哈 谁都傻过呢 但是现在看自己冒傻气的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完全是受不了了 两年前吧 第一次来上大牌驾到 你又写了一封信给自己 对对对对 对 还是我两年前写 会想要找一个另外一半的支持吗 我估计我这一辈子只爱王妃和宫灵 哈哈哈 对这是我们放开我宝贝两大宝贝 就是所有笑点就在他一个人身上 你刚才看到了吗 今天就是 对 不然这样我们现场那么可爱的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你们最喜欢画画了 对不对 我们来画画好不好 我最爱喜欢画画 但是要老师教的 嗯 要老师教的 对我们就别动他了 我们叫我们今天让马天宇哥哥还有小赵哥哥当那个老师来教大家画画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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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可以一边画一边吃 好吗 又简单一点的 好简单一点的 没问题 来我们来上那个画吧 好 好 但是呢 我们要给哥哥们有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就要让他们蒙眼睛画画好不好 好 好 我画了 好画 你变成两条线吗 你看他画什么东西 哈哈哈你管我你不是要帮忙的吗 你现在在这边 杰克斯我画的信你啊 你自己看好啊杰克斯 这是不是你啊 哈哈哈哈 你把手拿开是吧 你说你拿什么东西 他画什么东西你看看 他现在画了一张脸啊 他画的还 呃还 哎我现在这个头发画画在了脑袋上面吗 你你画的不错 他什么东西 哎怎么那么短的头发 头发短了是吧 因为他在画马天宇爸爸 哇 儿子你别的画 啊 完全画出了个鬼来各位 哈哈哈哈 哈哈 姑姑你是疯了吗 你看看你看看 乐了 你来看看 我不看 但是你画好了没啊 我画好了 你画好了 那就可以摘吗 你用的你 我也好了 你吗也好了哈 你们看看把眼罩摘下来吧 来 你们两个都看一看 先看马天宇画的 来你把眼罩摘下来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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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也是挺实在的 你真画了个鬼对吧 真画了一个鬼 你是不是傻了你告诉我吧 乖 哎来来来看 我觉得我觉得画的不错哎 有几分神似啊 你画的好有艺术感啊 这也是个鬼 所有的五官都集中在这儿是吧 对我长得多不协调 你也是个鬼 那扑扑扑扑 你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 嗯 就是呢 那个天语爸爸他可以做仰卧起坐 然后同时可以抱着你 好不好 我 天语爸爸 我没玩过这个游戏 没玩意你想不想玩 不想玩哦不想玩啊好了 第一个受惩罚 对 好有爱 看到我们家夫妇的又对 那我们就让小小招哥哥来受惩罚好吗 我受惩罚可以 也不要 也不要我跟你说好有爱的小孩啊 突破他是很善良 真的 就是平时你看他这个样子 但是爱闹啊什么我一逗的他就爱 但是我们几个人真的还挺尊重他的 那你是真的想了很多 对他是他是很有礼貌的一个小孩 就是他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他就是真的很善良 姐姐你们说很有 你们说很有礼貌小孩啊 你不是吗 是 姐你最近当奶爸应该是朋友心得的哈 对 对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出来 我们也统计了在网络上啊 就是奶爸们觉得最辛苦的几件事 我们也让那个马天宇来看看 因为你现在也是奶爸嘛对不对 好 好来 就是网络上所有的奶爸们觉得带小孩的时候 最让人觉得抓狂的人 抓狂 哦 比如说换尿布啊 换尿布湿 然后还有半夜喂奶 嗯 跟洗澡 嗯 其实很多爸爸在第一次帮小朋友洗澡的时候是非常害怕的 因为很小一个 哦那很小就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做饭 嗯 劝架 嗯 他们有的时候会不会 会会吵架 扑扑就跟那个尼古勒斯两人有一次吵架了 对不对 但是扑扑好讲话 尼古勒斯他们都很很很好沟通 小朋友就这样子 对 一会他们就忘了对吧 对对对 还有什么呢 捧睡觉 喂饭 然后还有对话 听不懂小孩子在说什么 嗯 还有编辫子 跟穿搭穿搭 穿搭配 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 唯一一个问题就是半夜起来为难 因为男生可能都比较懒 然后不爱半夜起 别人睡得早了 我睡得早了 还都挺早的 虽然昨天两点钟睡的 哈哈哈哈 但其实也都不是问题 就是我爱半夜 不爱半夜起床 而且一睡就睡得很沉 他爸了 好好好 哦太热了 开一下空调 好 ok ok 然后也帮天鱼补一下妆呗 这个是阿牙姐姐 阿牙姐姐 你好 阿牙姐姐最漂亮 哎呦 阿牙姐姐最漂亮 哈哈哈哈 又还太不吃了吧 你说我这要吃的 就跟我说 我全世界最漂亮 是妈妈教我 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么说好话 你知道 我没有 走吧 走吧 来 来 OK 男生 3 2 1 哇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而且完全让我母爱泛滥 你儿子累了啦 对秒睡 刚我也传授给你了 啊 你说他晚上就是醒来的时候哭 对不对 对对对 就特别正常 啊 就在我看来是不正常 哈哈哈哈 因为男生你很少这样去很去照顾孩子半夜捞醒了什么 而且男生睡得比较死 对 那我们四个人 那三个完全是不管的 只有我一个人去管这个孩子他哭的时候我去半夜所以我老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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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他对我产生依赖 他本来我们在节目里他对很依赖我啊 他全程他不下来他只让我抱着不跟别人玩只跟我玩 就是我永远都得抱着他 所以我做什么都得抱着他你知道他特别依赖我我想我晚上因为他是婴儿床 我又不能跟他躺在一起有的时候我就跟他缩在一起然后哄他睡觉半夜起了也就这个样子 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小孩你会想要有男是男孩还是女孩女孩啊为什么就女孩可能会比较好哄一些吧男孩就是你控制不住他小男孩比较调皮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有一个龙凤胎这个男孩跟这个女孩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就是爸爸哪不舒服了妈妈哪不舒服了那个小姐姐他就会很细心的去照顾他男生就是满天飞的那种真的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不过也有例外了你看jackson对就是属于那种特别乖的对男孩的吧但他有的时候还挺皮的对要皮一点如果完全不皮的话我觉得才会让人担心吧也担心 对是吧对对嗯但是我刚刚看到那个马天宇我觉得你你是可以做到恩威并贺的那种爸爸对因为刚才那个瀑布不是一直在弄他的麦吗啊然后你就一直过来这样子 对所以所以如果你是爸爸的话你可能家里是会有体罚的那种了我会就是如果就是因为我姐家孩子我也老叫我周围朋友家孩子我也老叫我就是就我宠的时候会很宠但是立规矩的时候我 因为两三岁差不多该立规矩了嗯就是你原则性的一些东西不能去啊呃呃犯但是你玩你该怎么玩怎么玩但是有些东西不能碰就是不能碰有一些东西不能玩就是不能玩就是我是这样 而且不能妥协对对真的不然小孩其实他会测试你的那个程度 很气敏的 超聪明的他知道谁宠他谁他永远谁想不想不住他他都很清楚对这是家庭文化我就特别我特别欣赏这一点就是家庭文化就是大人一般去劝小孩的时候都使用权力工具 那权力这个东西等到十几岁的时候小孩就失效了不管用不管用而且会有反效果对教理理念特别好呗 那不然我们现在让那个马爸爸把你那儿子我们把他抱在旁边让他好好的睡一下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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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看也差不多要睡了这都已经趴着了这两个小孩来的是爱太队了 因为我觉得看到那个被被怎么说完全被打开的马天语啊刚才讲到戏的时候你还嗯我觉得呢这个合作吗就是什么样 对儿子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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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跟小孩在一起我很就是很舒心就比较舒服一些嗯对吧那你真的在跟他们讲实际这么亲密的相处之后对你自己来说你有什么样的体验 我没有什么体验但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会很累但是还是很开心嗯还是很开心你说这几天其实这几天下来就是我在一块净土上长大的嗯哈哈哈哈这那几天我真觉得因为跟小孩交流很简单其实就是所以都说孩子是甜蜜的负担吗以前的马天语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天哪我记得我不想再提及我以前 为什么有人要拥抱过去要迎向未来啊我是能接受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年轻嘛就是 心气比较旺就是比较就是你懂而且年轻的时候谁没傻过对对谁都傻过呢但是现在看自己冒傻气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完全是受不了了而且以前的马天语呢不喜欢人家说他帅嗯明明长得挺好看的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是巴不得对所有人都说你帅对我有过这么一段 过程我是觉得我那会刚说大家都觉得阿马天语就是好看没有别的我就哇我说我我能做很多事情我也能做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演戏也会唱歌虽然唱得没那么好但是我觉得还OK为什么大家只觉得我好看呢然后就开始心里有排斥自己长得好看这个这件事情有个这样过程对但是过了一两年之后我就忽然发现我说啊做艺人在演艺圈这个大家其实都是看脸的呀我觉得长得好看也都是一个敲门砖嘛 后来我就觉得我心仍接受了我觉得我应该就是这个人了这是我最大的优点啊我觉得不好意思啊还是要提到这十年的事 就我觉得一个艺人红衣两年那可能靠的是运气但是如果还要走到十年的话其实真的是要靠一点本事的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也就是要坚持不放弃吧 这最好的例子就除了你之外可能薛志谦他也曾经有成绩过但是你看现在就是 很火对因为他没有他没有放弃嘛对所以你也是因为你一直在坚持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事情对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你在戏剧上的一个成就对对我我我我中间也有成绩过但是我我不觉得那是成绩过我用那一段时间我会去学钢琴然后去学音乐然后去游学啊去美国啊去巴黎就各种去学然后去玩 所以你也过得挺开心就是我永远不会放弃我自己我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上我都会去认真的去工作然后我也属于好养活那个类型给我把面给我一个什么我都能吃的吧我也不挑食就是好养我所以我我那几年我没有觉得我自己有多成绩我可能在外界看来我是不太火了但是我是当局者迷茫我觉得可能我那时候刚好是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所以我就没有 我没有这种感受如果现在让你对十年前的那个马天宇说一些话你会想跟他说什么我很感谢我自己迈出了这一步就是如果十年前让我在同学的选择我还是会迈出这一步你记不记得你差不多是两年前吧第一次来上大牌驾到对对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哭了因为讲到爷爷讲到爷爷对对因为我是跟爷爷长大的嘛所以爷爷对我来说就是还是对我来说从人生观价值观到 都对我来说都挺重要的从我到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其实都是我爷爷对我影响比较深远一些的你现在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你觉得在哪一个时刻当中你会特别想念爷爷我觉得这十年我自己也都长大了我不需要我爷爷再来照顾我或我想去依靠我爷爷依赖我爷爷我更多的就是说想去照顾我爷爷吧对对对 就有没有他给你什么样的准则然后他影响你现在在对人处事上有很很正面的一个让你有很正面的判断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答应好别人的事你就要去做到 然后什么有钱常想无钱时啊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各种给你教育就是在你很好的时候你要考虑将来怎么样然后你以后会怎么样然后你就合理分配做一些事情然后去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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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一定要厚道什么什么之类的一定要善良啊什么之类的 那现在突然长大了觉得哇家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嗯这些话都会种在你的心里对对对就包括我爷爷去世了很多年之后我就每天睡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在想我睡觉做梦都会梦到我爷爷搬一个那个凳子坐床边就跟我说哎呀你别乱花钱啊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什么之类的好真实就那一刻那你还记不记得你两年前来上大牌驾到的时候你又写了一封信给自己有有有有 我记得我觉得今天还蛮有意思的你拿出来了这是我主持大牌驾到以来第一次跟的艺人朋友一起打开这封信啊看看你两年前给自己写了什么样的期许好想看哦你还记得吗我记得你记得哎你的签名啊那个时候有封印天呐自己拆开来吧我拆啊当然啊 大牌驾到也够用心的每一个艺人朋友来写的信都留到好好的 来你念你念 就对十年后的自己说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从一个大男孩蜕变成一个诚实的男人 呃我知道你从小吃了很多苦但是并没有让你放弃依然在努力和奋斗 未来的日子还要还长还很长 一定要记住不忘初心用一颗平和进取的心面对这个世界 记得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让天堂的母亲和爷爷 对让天堂的母亲和爷爷可以放心的微笑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刚刚那个笑容是想要掩盖自己的对差一点 突然上来对对对音调有变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是我两年前写 那你觉得你有让妈妈跟爷爷放心吗 我有啊有啊我我都一直很放心让他们对 就我我都一直还都挺好的啊哈哈哈忍不住了天啊 好了没事 你如果不好好照顾自己爷爷跟妈妈晚上会拿的凳子在上面 跟你念叨念叨 跟我讲鬼故事 哈哈哈 哈哈哈对对对对我的还还还还好还好 不忘初心我觉得今天从一开始聊天你就你的初心就没变过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可能没有太多要求吧我可能就是说我我希望我的这一生就是平平淡淡的对 平平淡淡但是同时又很精彩嗯对对嗯但人生可能需要一些惊涛骇浪 作为一个演员就是很好的一个体验啊就你可以经历不同的人生 对对对对所以我从来在我刚才又说回我们之前我可能大家觉得我不太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可能不太火的时候 我我没有觉得那是怎样我觉得那是我人生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我觉得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不要觉得那是你人生的低谷那是可能是一个人生另外的体验也许是呃另外的起点对就要去充实自己就好了我觉得对那还会觉得苦吗 现在我不觉得苦啊小时候觉得很辛苦啊小时候也会觉得苦但是我没有选择我只能呃吃着吃着对吃着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还小我没有呃对人生版 他我做出不了反抗所以我也只能去在失望中学会忍耐吧但是我又学会了在希望中学会感恩吧 梦从未知中开花我紧紧走在这条路上想他问的步伐当世界转变有明 你会选择对自己或者对任何人说一段话好好的爱自己 爱在梦动中受伤 会想要找一个另外一半支持吗你是要给我介绍吗哈哈哈哈哈哈 请把条件开出来 没有我我觉得我对这一方面我从来没有要求过我觉得随遇而言我觉得缘分到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到我 我是我是一个就是做任何事情不勉强我自己我们感觉的出来对那你把条件开出来吗我估计我这一辈子只爱王妃和公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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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你要跟谢霆锋好好聊聊 哈哈哈哎你这个学习什么学的很像吗来一个啊 不是我的声音不像吗 没有你刚没有好好认真学来一个 我是谢霆锋我爸爸是谢霆锋如果你想王妃的话我爸爸会打你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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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对我就觉得怎么说我比较喜欢成熟一点的啊对成熟一点思想比较成熟一点对还有气场的有 比较大气的对对他其实一直说他自己没有长大但是你根本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我觉得王妃是很先气的那种有点那种感觉 人的鼓励完全就是整个气场太强 对哎你现在会不会有点不务正业啊 就是你一开始唱歌然后现在就大部分看到你的作品都是在演表演演戏对对对对 可能就唱歌太不好了吧哈哈哈哈 没有你该死的温柔唱的多好啊 就是我我觉得就是说我以前是大家知道我是沈秀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是唱歌为主 后来我的专业是学表演电影学MBA的所以就是啊对我来说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我的什么就是啊你怎么从唱歌跨界到演戏 其实对我来说我没有跨界我只是我的专业是什么然后我就做了唱歌 所以歌手也还是你的一个身份就对了对对对那今天在大牌驾到的最后如果让你就轻唱你的新歌 ok 不要啊你的声音这么好听 不要啊手花啊好不好 手花啊你还只有发做功课了 当然啊姐姐那个当然要了解一下啊 我过两天MV出来之后你们在这里们一定要放我手花加我MV好不好好主推 qq 还有那个微信的日那个那个叫什么交交点图 未来还是交给你们去帮我打榜好不好 十年感觉很快啊对 嗯这十年真的好快啊嗯这十年我都干嘛了我都不知道 那再一个十年之后我们再坐在这里一起聊天好不好啊那我明年戏播了你们不给我做宣传了吗哈哈哈哈 坐坐坐到时候我们调更多的影片出来好吗 好好好好好来折磨你 开玩笑的谢谢马田鱼 谢谢派姐谢谢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